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操作步骤开始 拿起SC训接头以逆时钟方向旋转取下围管 将光缆穿入围管 将光缆穿入拨除器内 拨除约65毫米的外背 确认光纤有无受损 将不用的光纤折断 将光缆放入定常拨除器槽钩内 注意光缆是否紧贴 盒上盖板拉出光缆将涂附层拨除 以沾附酒精的柿纸清洁裸光纤 将光缆压入定常拨除器槽内 注意光缆是否紧贴 将定常拨除器置入切割刀槽 切割光纤 取下光缆 取下防尘套 将光纤自连接头的尾夹处穿入 直到定位点 并确认光纤有无突出 以顺时钟方向旋转 将尾管锁住于连接头 以固定光缆 将图出陶瓷新端面的光纤 以防尘套的另一头压平 在光纤被压平的状态下 取下插栓 将藕和帽套入连接头 注意两者的方向 之后取下防尘套 以沾附酒精的柿纸 清洁端面 套上防尘套 完成组装 注意事项 训接头的光学特性值 与光纤切割端面品质 有绝对的影响 建议接续前 以光纤端面检视器检验 卸除步骤 卸除步骤开始 推下藕和帽 扣上插栓 逆时钟方向旋转 取下尾管 取下尾管 并取出光纤 装回尾管 完成卸除动作 感谢您的观赏 感谢您的观赏 请不吝点赞